媳妇 有的时候你说话太冲 我玩 你也得留我时间 对吧 你不能说 你不让我进家了 你让我死吧一遍吧 听这话我也难受 我给你时间改变了 为了你我做了多大的改变呀 我难产大初学 辞条红桌找你 我知道我脾气不好 我也想改 可是我都想你多对我 多一些关心 对家多一点关心 能体会我的感觉吗 能体会我的感受吗 刚才她说那个场景 我就突然想起来了 我喜欢玩你得给我时间改呀 您改了五十五岁 改了五十岁二十年了 改好了 梗了 行动不变了 再伺候你 那她的生活 所以有些事情是要给时间的 有些事情是没法给时间的 因为人生就是这么短 你不能老要求别人给你时间 兄弟 你也想想 有时候该狠心的时候要狠心 哪怕是吓唬吓唬 谢谢两位秦桧 谢谢两位秦桧 来 请办门 请开门 我爱你 谢谢你 这些年纪说过你 一个加一个情况 有万有提问说 我和老婆结婚六年了 明明已经是老夫老妻了 但她最近总发神经 要求我要重新回到 谈恋爱时候的感觉 弥补当时没怎么谈恋爱 就结婚的遗憾 至少一周过一次二人世界 还要给她准备礼物 准备惊喜 我只要不顺着她 她就跟我大吵 有时候还拿孩子撒气 她现在这样是不是 因为有事儿瞒着我 或者是变心 不管是多少年的夫妻关系 婚姻当中的仪式感 是一定要有的 但凡事都要适可而止 适度就好